去吧 忠Sir,調了環頭嗎?這麼久坐了? 死警察, 我抓你出來 要不然我逐個殺 大家不要害怕, 警察 放下槍, 放下槍 冷靜點 Lufth, 冷靜點放下槍 你殺了我大哥, 我只想開槍打死你 你耍耍耍, 好嗎? 我倒進去 不要 我看你怎麼打我警察 不要, 不要 你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就是打死你人質 之後我就會一槍打死你 第二, 以後就開槍打死我 但是看誰準誰快 你帶我? 你…來吧 不要, 救命 你死了多少天? 不要… 救我… 救命… 救命… 大家沒事, 阿姐, 別動 誰打?阿嵐 他還沒死, 看白車到了沒有? 是, Sir 現場有兩名火器受傷 需要白車… 救命… 救命… 不要… 放手 我想問你, Dereck死了那天怎麼樣? 我們是要靠Dereck才能起到經料的底 你剛才完全失去理性 還差點搞過這件事 你這麼不冷靜 你叫我以後怎麼再讓你做行動 我從來沒有試過這麼冷靜 但是當時的環境非常混亂 不是那個人質死就是我死 所以我就瞄準他, 引他向我開槍 我才有機會救回那個人質 我還是一命拼一命 Way Sir, 我的命都很矜貴 我怎麼會亂來 你拼不了那怎麼辦? 我怎麼交代? 現在起碼能救到那個人質 如果我大哥在這裡的話 他一樣會這樣做 Way Sir, 你放心 如果有什麼事, 我會負全集 我不會要你背負 我不想你出事而已 我同事幫你們的科技 已經拿了一顆子彈出來 傷勢已經沒什麼大礙 但是疑犯的情況就不同 他大腦中槍, 現在還昏迷感 很大機會醒不回升為植物人 喂, Jessica, 我是阿佛 我想跟你說, 雖然我找不到大哥給你 但是我也為大哥做了這件事 就是一槍打倒了Derek Derek死了? 他還沒死, 但跟死沒什麼分別 醫生跟我說, 說他大哥中了槍 就算不死也變成文人 雖然Way Sir, 你不想Derek死 是, 但是我想 是, 我也很想Derek死 無論如何, 事情暫時過了一段路 我們也要放下, 重新振作 知道了 阿Dee 媽 你們怎麼受傷?你沒事吧? 沒事, 今天有個行動 只是擦傷了一點點 坐下 我其實今天有打電話給你 你關機了 你一關機, 我就知道你工作了 我跟著我的心跳到什麼樣子 很擔心你好像你大哥那樣 一出去, 又不回家 你看, 我就知道, 我醉了 你可以再喝一點點 我叫你問, 你看, 的時候 你還在甚麼, 我想到那邊 你不再喝幾千萬人 你怎麼駛我 你不再喝一杯 你不是在那裡 你什麼人 你也不太喝 我謝謝你 我們現在的臨時部署並不是信不過大家 所以大家不用這麼擔心 希望大家繼續做好每個案子 是, Sir 至於Derek的情況 以經這個做事方式, 他們一定會滅口 所以, 接下來我們會加強保安 行動組和調查組的組員 除了行動的工作之外 是, 還要有人接觸去盯著Derek 不要讓任何人埋他身上 我要說的話就這麼多 大家繼續做事, 申請 是, Sir… Sir, 我想申請調查組 為何會舊事重提呢? 我一直都想進調查組 自從大哥死了之後 我更加有這個想法 我希望可以親你親為接回案子來做 你抓了Derek是立了公 但你私心太重 這樣會影響你的評論和大家 調查的事不是時候 Sir, 你相信我, 我不會亂來的 你說你多冷靜也好, 我有眼睛看 你抓Derek的時候太主觀, 太情緒化 就算我肯定, 輸了也未必肯定 稍後再說吧 爸爸, 其實Derek現在變一隻文人 未必會醒來 還有, 這個時候的警察 一定會盯緊Derek 不讓人埋怨, 如果你萬物而行動 可能會打草驚蛇, 自託內妄盡 就算萬分之一機會Derek要醒來 我們也不能再以待斃 我們一定要做事, 免得夜場會多 要解決Derek有很多方法 不一定要殺人 但要做得乾乾淨淨淨, 一定要殺人滅堂 好了…別吵了 讓我問了一遍, 不用算了, 你們回去 其實你有這麼多高級的東西 其實有針鋒絲錄機的 我想要一些很小很小 不要那麼容易被人發現的那隻 肉眼看不到的那些行不行? 當然行了, 麻煩你了 你也有點傻, 你以為我變魔術嗎? 什麼都會變, 針鋒我是有 好, 不過沒有豆豉這麼小 總比你爸爸裝你的那隻 你也算好運 我認識你當然好運 我說你聰明是真的 把你爸爸裝在家裡就做了手腳 你做一場戲給他看 讓他送到十足十 還以為你聽教聽話 他雖然拆走了我的鏡頭 但我會繼續小心 因為我根本不需要留下什麼 可能表面上是扮信我 但其實是繼續在監視我 所以你給我的針鋒絲錄機 是一定不能被他發現的 你真的想知道他這麼多東西? 不如算了, 收手吧 不, 他現在經常跟我說要聯絡上頭 我就是想知道是不是一個上頭 但根本他就是那個上頭 如果讓我知道你自編自導來騙我的話 整件事就不同了 我知道應該怎麼做 你別說那麼多, 我又不想知道那麼多 不然我很難得生的 總之我盡力幫你, 好嗎? 這個就是美國最新的WCK針鋒絲錄鏡頭 比你的屁股還小 你裝在任何位置都可以 保證你爸爸不會發現 無論如何, 我們可以 走 Jessica 怎麼樣?還沒人承認? 是呀 Jessica之前叫我幫她買東西 她也拿着把我鑰匙的 那快開門 Jessica Jessica… Jessica,你沒事吧? 我們敲門敲了很久,你也不開門 爸爸他每次打電話 我不想接電話 我以為他是上門感鐘 你不開門,他們不齊人 剛才接了你的電話,不放心 怕你胡思亂想事做傻事 所以就叫Bio提一起上來看你 我想離開香港,想離開這裡 其實我真的不想再犯了你們 一定要犯了Bio提來陪我 傻瓜,我無所謂的 你這樣走,我不是辦法 Jessica… Jessica,Jessica,你想去哪裡? 那不是怎樣 我不想一個人在這裡 你知道這間屋 有很多很多我和Carset 我開心得一致嗎? 我心痛 我小時候,我爹對我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小時候就要學會天文獨立 就算我受到什麼錯誌 都沒有人可憐 沒有人跟背責我 但是自從我 在Carset的一段日子 我終於明白什麼叫做幸福 Carset的女兒很疼愛我 她很保護我 但是現在她也不在這裡了 我真的不想再留在這裡 我留在這裡 我會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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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她想起她的樣子 Carset,你別這樣 我們看到你這個樣子不僅是你 我們也會很辛苦 你別走,好嗎? 我之前也有像你那樣的感覺 當他們告訴我,阿靖被人槍殺 我很痛苦 整個人都虛虛火火 我也有想過要解脫 但是後來我覺得 阿靖可能是還沒死的 如果她還在生 而我走了,今天就很傻 如果你走了 今天沒機會再見她 是真的 我真的覺得可能會有奇蹟 就算是沒有,我就當作是我的精神之處 我們一定要撐下去 這段日子,我們大家都很痛苦 很難受,很難去面對 但是我們不是孤單 我們可以一起去克服的 行了,我今天有空可以在這裡看著她 是,你們先走了 辛苦你了,那你要照顧她 再見 再見 阿靖,有什麼不說話 真的不可以讓Jessica跑掉 跑掉她就不會再回來 放心吧,我看她的情況 暫時她不會走的 我為她做這麼多事 以為她會放得下 怎知道原來還是放不下 這傢伙要上班,不可以經常照顧她 媽媽,不如這樣吧 你幫我照顧Jessica 行…我會照顧她,你放心吧 媽媽,她還聽你說 你千萬不要讓她走掉 我會照顧她,你可別能走 我會照顧她,你不想走 我會照顧她,我不會照顧她 你這樣想要走 你打算是她,我不會照顧她 你會照顧她 妳知道她為她 她為她為她愛照顧她 完成了,買照顧她 試試試看,喝光 你每晚在辦公室 我們請喝光 我不是跟你說,我不會喝 我送給你喝,我送給你喝 真的變成阿四? 我不想喝 你的照片 那好吧,你不做大把人搶著去做 誰呢? 不是… 說什麼?叫大把人? 不是,多久… 你給我喝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這樣嗎? 阿Dee,你這麼晚嗎? 沒有,我看老大那些事 看有沒有可以幫你Jessica 我知道你也很想念你,大哥 剛才我在想 留下Jessica一會兒在家胡思念想 也不是辦法 從明天開始 我打算多點叫她來家吃飯 我們陪她聊聊天,讓她的日子好過 也好,我現在馬上打給她 告訴她你叫她來,她一定會上 這麼晚了,要打也明天打吧 對,現在很晚了,我明天才打 你早點睡吧 你也是 阿摩,Jessica 你好 這麼晚? 外面很失車 我還以為你不來 我答應了,為什麼不上來呢? 你們聊聊,我進去做菜 怎麼樣?昨天睡得好嗎? 差不多天亮才睡 我聽人家說如果睡不著 喝一杯鮮奶可以睡得著 你今天可以試試 我跟媽媽也沒怎麼收拾這間房間 我跟以前沒什麼分別 我慢慢進去了 出去吧 好 還有一個朕尾的圖,還有他朕尾 你知道嗎? 我以前不知道什麼叫做安全感 沒感受過 我更加不知道什麼叫做家庭溫暖 直到我遇到你一個人 他才讓我感覺到這是什麼 我好喜歡這些照片 是嗎? 現在站在他的房間裡 有這麼多他的東西 我覺得很安全 好像他在身邊抱著我 你知不知道這張照片呢? 是我逼他承認的,他不肯承認的 我只顧著他 他現在不在了 我很害怕 很害怕沒人可以再給我這張感覺 我沒有說 沒事吧 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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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赶紧了 对不起 哦 真是不行, 我推得爆都聽不到她說什麼 那又不是什麼都沒有 我查過聲音的音訊看過 聲音應該是男人聲 她一定是跟一個很神秘的男人聊天 謝謝 我跟姐姐上知道跟一個神秘的人聊什麼 她是不是就是那個上頭 你再想想辦法 現在你有兩個辦法 要是你就是進密室 在那裡裝個偷聽器 不知道, 但那裡再進去很危險 我死定了 要是你想辦法 讓你爸爸親自帶你密室見我上頭 阿婷, 一起去吃飯 阿敏進了房間很久了 我想要一段時間談, 不要等她了 我也不肚餓, 你們去吧 那我們先走了 好 再見… 我去過醫院, 看過幾次 Derry現在被警察重點保護 我們要埋到他身上, 沒那麼容易 殺他有難度 難度要做, 看要找誰做呢 這樣也有辦法 那是不是要在名單上找一個人出來 我來 他們出去吃午飯看他們吃不吃 我們還有東西談 是的, 談秘密事, 所以沒遇到我 阿婷, 你幹什麼 阿婷, 你要問我才說 有件事一直覺得很不舒服 你根本沒有當作是組織的一份子 當然有, 你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你根本就當我是局外人 你有什麼要商量 從來找阿婷都沒找過我 說是大家坐同一條船 爸爸, 我覺得你根本是說一套做一套 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你發什麼小姐平氣? 阿婷, 我沒有不相信你 阿婷, 更加沒當你是外人 如果是沒有的 有什麼理由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不過想投入組織多點 結果就被人投犯自散 我在外面一個人狼狼 都不知道做什麼好 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 組織的事情就是這樣 有事做自然會叫你 所以我就多餘, 不妨礙他們 阿婷, 別這麼小女兒 他們只是在談談如何搞定Derek 如果你想參與的, 就立底了 不是吧?告訴他, 不太好 阿婷覺得對 既然大家坐在同一條船 就不應該有秘密 阿婷應該知道多點 這裡有密室嗎? 我現在給你看的東西 一般驚鳥的成員是沒有資格知道的 我平時就在這裡跟上頭亂奪 這裡還有一條秘密 可以讓你處置逃生 裡面藏了很多驚鳥的機密 我們驚鳥的人遍捕世界各地 只要我按幾個按鈕 所有驚鳥成員的資料都可以找到 收了成員的資料? 這麼大的鍵盤呢? 裡面還有很多敏感資料 為了安全 我安裝了很特別的保安系統 之後我才去開堂 你和阿婷都還沒有資格知道 想不到爸爸把基地放在這裡 你現在知道的 已經被一般驚鳥的人倒了 你要知道 爸爸從來都沒有當你是外人 現在大家都知道有這個密室的存在 就再冒壞誰會被騙 我希望你們以後不要互相差距 要像以前那樣做好事 大家相處得好一點 做事也順利一點 你努力跟組織做事 你們能走得站得睡得 精神比以前,哪兒要出院? 醫生我下個星期左右 我也想快點出院落方環球做事 又來這麼多,分這麼久 骨頭都硬了 不要心理,休息休息一會 這麼拼命幹什麼? 不拼命怎麼看拼命? 你以為我是你嗎?你進到ATF 你看我好,進到ATF有什麼好呢? 幹什麼?還好想進調查組嗎? 自從大叔出事之後,我更加想 我也知道 你想親自查那些人出來 幫Karsten報仇嘛 一來吧 那二來呢? 對不起 Bitty,怎麼樣? 好什麼?想告訴我的消息你知道嗎? 姐姐說她好多了 很快就會上班了 是嗎?那真的很突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她去到你家裡 幫她想通了一些事呢? 可能吧 其實我也很想她快點放下的事 我看見你這麼緊張她 才會告訴你而已 讓你不用整天刀心過掛吧? 謝謝你,Bitty 好,再見 以後我一定會拼命 我一定會告訴Wy Sir 我是屬於調查組的 你一直在調查的 不然怎會把我拖下水呢? 給點時間吧 遲一下她一定知道你會成功 說起來不好意思 你出院之後,我一定請你吃一頓 你回去跑得掉嗎? 這傢伙不知道什麼時候醒來 醫生也說不定 你們倆有什麼事? 不好意思,我們經過而已 頂正經理就靠他了 上頭派人二十四小時貼身保護 我想經理想做事也沒那麼容易 他們做事不會明刀明槍的 如果真的要滅口 他們會用一些出其不義的方法 不過想起Wy Sir留他的命都是對的 他一天沒死 經理那幫人一定會來滅口 到時候我們就有機會抓到他們 對呀,Wy Sir明明叫我們兩組人 輪流看著Derek 這個…我在後面盯著 我沒有進行訊息 好的 師兄,沒事吧? 沒事 我按照你所說 出國就是Derek住的醫院所有的職員 包括院長、醫生、護士 甚至清潔雜工,我都檢查過了 對呀,他們都是身家清白的 不過我不是完全沒料到的 如果真的有可以的話 其中一個藍護士是值得留意的 她的僵位,資料都在裡面了 她過半月之前欠了一條街數 就是五十萬 不過剛剛前幾天 就有二十萬進了她的戶口 還有,她本來是二樓當值的 對呀,但昨天開始就調去一樓 那豈不是基樓病房那層嗎? 對呀,怎麼樣?是不是覺得有點不妥 要不要跟Wy Sir說? 不用,行了,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不用說職員嗎?還是被人解僱了? 你被人解僱,我還沒被人解僱 我們是做事的 做什麼? 我跟Wy Sir商量過了 應該要幫Derek轉腰就好一點 Wy Sir還派我來,幫我轉腰 Wy Sir好看你 但你經常來看我,怕不怕? 不怕 那把車一個小時後才來接Derek走 我趁有時間,就來看看你 你怎麼樣?好一點嗎? 吃得睡得,翌日太悶了 想快點出院,和你們開心時間 我們一起去世的 住手 Ben剛剛和他來偷工 他承認了有一個神秘人打電話給他 我如果把Derek搞定 他們就會幫他還清一條大耳閔數 好, 第二天他就在家門口 收到一個裝了二十萬的袋 那些應該是經料給他的上期 Sir, 那個電話查得怎麼樣? 沒想到, 那個電話是太陽卡打來 九成都是經料的人 不用開心, 他們來得第一次 一定有第二次 對不起, Sir 為什麼? 上次抓爹的事的時候你罵得很對 對了, 我差點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幸好你在這裡學著我 我現在才明白留下Darick的命 是以為引經了那幫人出來的 你現在明白, 阿倫 但是你初初知道那個護士是有可疑的 為什麼你不報告給我? 其實當時我很少資料在手上 我也不敢百分百肯定 那個男護士是否跑去殺Darick 就算我報告給你聽, 你也未必相信我 所以我自己決定報一報 我初初聽到醫院出了事 我以為你真的沉不住氣去殺Darick 原來你去救他 你現在真的懂得分清楚 Sir, 其實你也看到我們有能力 去應付調查組的工作 自從大哥商業職域之後 我一直想接替他的位置 想做他還沒做完工作 你知道大哥一直很想我進調查組 當我為了大哥好, 為了我好 我希望你考慮讓我轉組 Sir, 在公在私, 我真的想你幫我 我希望你給我一個機會 你不要令我失望 更加不要令你大哥失望 謝謝Sir 媽媽, 其實我有點事想跟你說 不過你聽完之後就不要不開心 難怪煮粥給我吃 跟你大哥一樣, 咕咕滑滑 什麼事?說吧 我快要調查組 我快要調查組做大哥的位置 不行 媽媽, 你不明白了 這件事我一定會做的 你不要跟我說, 我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還沒結束 我要為大哥做下去 大哥在在天之靈也想我這麼做 算了…一切都是整定的 媽媽, 你放心, 我一定不會有事 你相信我, 我永遠都在你身邊 姐姐, 終於回來了? 還好嗎? 好, 姐姐, 你回來了就好了 ATFA失去你是不行的 只靠美容就死定了 你說什麼? 其實我真的要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一來而來的支持 和關心我, 尤其是美容 我現在沒事了 大家不需要再擔心我了 以後我會做得更加好一點 我不會像以前的Jessica一樣 而我要做得更加好 好… 這樣就開工了, 好 好, 請客 真的整理你了嗎? 答應你做阿四的, 我一定會做的 總之每一天十點 我會沖一杯卡丘給你, 好嗎? 別玩了, 天天送就給別人知道了 立即害怕被別人知道了 不要, 你別喝我, 我喜歡自己喝 我喝了… 為什麼會有杯咖啡在這裡? 有天入了 請吃 喂,Sir 沒事吧? 沒事 希望你重新振作以後做得更好 謝謝Sir 對了,阿芳從今天開始 正式加入調查室 來,我帶你看看我跟上的案子 阿芳,我們去買菜,你想吃什麼? 隨便吧,沒所謂 我想也不用想的,在看什麼呢? 你也改變了很多 是嗎? 你以前也不喜歡搞這種事 現在為了哄Jessica和我開心 你真的要做多好多事 辛苦了你了 看見你們不開心,我心就做得更好 做多點事不要緊 只要令你們開心,我什麼都無所謂 怎麼會無所謂呢? 其實你不需要這樣做 媽媽看見你辛苦,我很肉赤 可以了,媽媽,我盡力吧 媽媽現在放下很多了 你也要放下 可以了 我去買菜 我希望她也可以放下 是 4209要寫到日本的City 要求提供更多資料 3209經過解密確定是流料 所以關卡 Beauty3023 對, 記錄一定要檢查我 所以寫1009的記錄給我 三分鐘後退之後 馬上伸到保安科 是, 女士 我認識我的姐姐終於回來了 我不是應該變得更好嗎? 我可以這麼說 阿Dee沒有跟你一起上來的? 我去買海鮮, 最後會回來 好, 待會我大顯身手 今天要做一頓海鮮宴 我們三個吃一頓好的 伯母, 你的手勢這麼好 我想起也流口水了 你這麼喜歡的就多點上來吃飯 我歡迎的 謝謝你, 伯母 謝謝你一直以來照顧我 反而我沒有照顧你 我們像一家人一樣 怎麼說這麼客氣的說話呢? 幸好有阿Dee 她真的很看著我 應該說好看著我們兩個吧 是啊, 老他沒有你 我想伯母會這麼快站起來了 現在這樣就好了 精精神神, 迎接新的生活 這麼多DVD? 剛才幫阿Dee撿房間 有一隻蟑螃蟀在櫃桶上 就打死牠, 把東西拿出來抹光 待會牠回來要牠清一清才行 是不要的就不要堆在這裡 是嗎? Anne, 你坐, 我去看看煲湯 好 好, 阿Dee 來吧 好, 阿Dee 好, 跟阿Dee 好, 阿Dee 好, 阿Dee 她的電話零聲, 之前也有 那麼隨便下載 對了, Jessica 你對於YK這兩個英文字幕 有什麼特別印象? 阿菲就從今天開始, 正式加入調查所 夫人, 你今早有沒有見過阿佛? 沒見過, 你找她嗎?我回去打給她 不用…謝謝 好 阿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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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菲 阿菲, 阿菲 Chocino是我早上做的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怎麼會介意? 我早上每天十點 Karsten就會送點解啡給我 但自從我回到C1號 就多了你 就像她一樣每天十點都送一杯咖啡給我 我喝完之後就會覺得很精神 覺得可以繼續押下去 我知道你這樣做是因為你想我舒服一點 其實很小事, 最壞的是我今天 小小事 每天定時定後都要有杯咖啡在我桌上 剛才我看不到那一陣子 我看不到那一陣子, 我覺得有點不安 我怕你出事了 我是很害怕我身邊熟悉的人 又忽然消失了 怎麼會呢? 其實我今天遲了是因為首飾店 有個老闆打電話給我 就說大哥兩個以前訂了一條鍊 今天就上了貨, 叫我去拿 是 來, 你打給我看看 我聽過老闆說 你們倆曾經一起去過那間首飾店 他說你很喜歡 沒有貨, 大哥說一定要買給你 你現在收好這條鍊會不會很開心? 好嗎?不如這樣, 你戴上它吧 這條鍊不是你哥哥訂的 那天Carson他驗的銷售態度不好 結果也沒訂到 阿伯, 這條鍊是你訂的 你將來令我開心一點, 是不是? 阿伯, 其實我看過你製給我的電視 我看見寫了網名, 所以我才可以看 我已經知道你對我的生活 但自從Carson過了身後 其實我一直用他的方法來哄我 你安慰我 其實最初也是這樣對的 但我發覺用這種方法可以令你開心 我才會繼續用另一種方法 其實我沒什麼其他意思 沒有其他事, 我只不過是想令你開心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付出這麼多都是沒有條件的 但阿伯, 你這樣做會很辛苦的 我不會辛苦的 只要令你開心, 我什麼都可以 我覺得什麼都是值得的 為什麼? 因為我看見你痛苦, 我就更加痛苦 Jessica 我真的會希望你給我一個機會 我和你分拋所有的東西 好棒 不要坐 坐下 我快吃了 我 Pan 看見你 不用了我, 我跟你說 也不是很濃嫩 因為我交給你 你們會有新的物品 如果保重呢, 你會有新人物 我會有新人物 你就會有新人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